闪婚交期太迷人 第169集 女孩子都是要哄的 而且就顾临北那个情圣 没几天就换一个女人的人 还用得着问这么幼稚的问题吗 总裁这很明显的 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乔曼被震的脑袋嗡嗡作响 都忘记牧总刚刚问的那个绕口的问题 是什么问题 乔曼睁睁地回神 抬眼对上了牧总身不见底的黑眸 顿时觉得如履薄冰 他小心翼翼地问 嗯 牧总 能把刚才的问题再说一遍吗 乔曼是依稀记得牧总刚刚问的问题的 只是既然总裁问的是他的问题 他就得好好地想想该怎么回答 他今天出门的时候 在前台就听见了 有人在说 总裁去员工食堂吃饭了 所以总裁这是去食堂等夏末吃饭 结果夏末在员工食堂看到总裁 然后转身就走 问题是夏末是不是特别地讨厌牧总 乔曼知道之前牧总跟夏末在这个办公室的事情 虽然他知道的不多 但是看到夏末昏倒在那里的时候 他也觉得有些残暴 牧总这是知道错了 想去弥补了是吗 乔曼不能肯定夏末是否讨厌牧总 但是他能肯定夏末的心是受伤了 所以在跳海之后 他只自慰提牧总 穆罕与黑毛微凉 冷冷地扫了一眼乔曼 然后才又缓缓地开口 一个男人在餐厅里等一个女人吃饭 然后那个女人看到那个男人 转身就走了 乔曼是不是特别地讨厌这个男人 乔曼很认真地转了转眼珠子 不管我说什么 牧总都不会生气 穆罕与的眼神闪了一下 难道乔曼是觉得那个女人 是特别讨厌这个男人的 穆罕与的心抽痛了一下 几秒后微微地和首了一下 乔曼拧了拧眉 我不确定 他是不是特别讨厌这个男人 但是他可能被这个男人伤过 穆罕与的黑毛微顿 一会儿又默默地点了点头 的确是伤过她 当时的她一直以为 她不过是她想要动弄的女人 所以才会 没想到伤她 伤到去跳海 的确是很伤 穆罕与 那要怎么办 那个女人要怎么样才肯见她 又不会刺激到她 乔曼五味沉杂的情绪涌上心头 穆总一定是爱极了夏末 所以才会这么小心翼翼 夏末就在她的公司 要见她还不容易 乔曼没有开口 穆罕与也没有催她 就静静地看着乔曼想 其实 办法是有的 只是夏末上一次 想不开跳海的事情 是因为穆总吗 穆总怎么会没有办法 见到夏末 他只是担心刺激到夏末 所以上次才会在夏末 醒来之后 明明很关心她 却不去见她 也不让她知道 她在关心她 其实那明明 是很好的表现机会 总裁看来也是个大直男 如果害怕刺激到她的话 可以从她的朋友身上下手 乔曼挑唇 也或者找一些 她不反感的理由 比如说工作上的 或者孩子要求的 这些她拒绝不了 但是又不太反感的理由 当然 也不能一下操之过急 毕竟女孩子伤的心 哪里有可能就这么快愈合的 乔曼顿了顿又说 嗯 穆总 女孩子嘛 都是需要哄的 跟女朋友吵架了 最好的办法 就是找个机会 主动诚恳地 承认自己的错误 穆罕宇面无表情地 看着乔曼 黑眸一眨不眨地 盯着乔曼 看不出一丝的情绪 乔曼巴拉巴拉 说了一大堆 也不知道穆总 听到了没有 解铃还须寄铃人啊 如果连寄铃人自己 都一直躲着不敢面对 更何况 被寄上铃的人 他就更不敢面对了 穆罕宇似乎懂了 乔曼的意思是 夏末不一定是因为厌恶 讨厌自己 所以才走的 而是不敢面对 而自己要做的就是 让他慢慢地接受 慢慢地 不再害怕面对自己 毕竟自己以前 对夏末做的那些事 确实是有些过分了 而等他没有那么害怕 面对自己的时候 自己应该找一个 合适的机会 跟他道歉 然后 兵释前嫌 听完乔曼的话 穆罕宇冰冷的眸子 终于慢慢退去 眸光深处 似乎扫过一丝的亮光 嗯 说得不错 这个月的奖金翻一倍 穆罕宇的唇角勾了勾 乔曼惊喜 谢谢穆总 那我先出去了 穆罕宇点了点头 乔曼开心了一溜烟跑了 生怕穆总反悔 不过乔曼更加开心的是 他们家大兵疙瘩 穆大总裁 居然也会春心猛动 也会想着要怎么弥补 心里又是一阵的 五味陈杂涌上心头 真的就有一种 看着自家孩子懂事的喜悦 乔曼走出了办公室 穆罕宇的唇角 忍不住勾了起来 脑海里浮现 夏末慌张离开的娇小身影 他最近瘦了 而且瘦了好多 今天中午又没有吃饭 现在应该很饿了吧 穆罕宇拨通了宋旭的电话 宋旭刚吃好饭 走出员工食堂 他真的是吃撑了 然后扶着墙走的那种 他发誓 他这辈子再也不要来这个食堂吃饭了 总裁这也太狠了 居然让他把那么多菜给吃完了 刚想着 手机就响了 他靠在墙上 看到是总裁拨打的电话号码 还是恭敬地接了起来 啊 穆总 定一些点心 穆罕宇悠悠地开口 声音低沉慵懒 像是大提琴的声音 磁性又动听 可是听在宋旭的耳朵里 却有些争宁 宋旭惊叉得睁大了眼睛 心露了一大拍 宋才这部会 是还要惩罚他吃东西吧 他真的吃不下去了 一想到吃的 他就想吐 啊 穆总 我知道错了 我再也不敢给您 打那么多的菜了 我 宋旭求饶 声音带着颤抖 穆罕宇愣了一下 想到刚刚 宋旭在食堂里 吃的那一份猪食 春脚微微地向上勾起 谁说要给你吃的 给策划部的每一个人 订一份点心 夏末的订两份 宋旭听到 不是订给他吃的 深深地松了一口气 恭敬地说了声 好 订美食方的 另外 就说最近大家 做策划案辛苦了 穆罕宇想了想又补充说 宋旭这才回过神来 原来总裁是看到 夏小姐没有吃饭 所以故意盯了点心 感觉自己默默地 吃了一大波狗粮 但还是恭敬地说了声 好 然后挂了电话 点心很快就被送到了策划部 宋旭跟送点心的人 一起送过来的 看着站在门口的宋旭 大家先是惊诧了一番 宋旭把总裁的话 重复了一遍 总裁说 最近大家做策划案辛苦了 策划部的人 开心坏了 要知道 美食坊在B市 那可是出了名的高傲 不是你有钱 就能买得到的 而且 这是总裁 让宋旭亲自送过来的 这是多大的面子呀 直接就可以去其他部门 炫耀一番的节奏 宋旭让送点心的人 给其他人分 自己提了一份 特别大份的 走到夏末的身边 夏末看到宋旭 礼貌地起身 谢谢你 宋助理 你今天给我的那一份资料 真是太详细了 帮我省了好多的时间 不客气 小事一桩 宋旭把手上提着的那一大份 放到了桌子上 总裁安排他 你们慢慢吃 嗯 那份资料 是总裁安排他写的 其实要谢 应该也是谢总裁的 然后这些吃的 也是总裁安排的 要谢 也是谢总裁的 宋旭也不明白 总裁为什么不让说 是他让人送过来的呢 刘璐看到宋旭 提着的那一大份 比其他的人大多了 而且里面的美食 丰富了好几倍 果然 总裁对夏末的感情 不一般的 他甚至还想了 总裁是不是因为夏末 中午没有吃饭 故意让人安排的 顿时立刻马上骄傲了 他脱口而出 夏末 这份超级大份呢 倒是夏末 后知后觉的发现 他面前的这份 的确是好大份 甚至比那个 刚要去送进 韩经理办公室的那份 还要大份 是不是送错了 宋助理 夏末 抿了抿唇 这份 是不是要送给经理的 宋旭被夏末 这么一说 刚刚确实考虑得 不太周到 应该给韩经理 也定大份的 可是韩经理 怎么能跟未来的 总裁夫人比呢 嗯 就牧总对夏小姐的 这态度 再加上夏小姐 是糯米的亲妈 宋旭基本可以肯定 夏小姐是未来的 总裁夫人 没错了 便惨笑道 这份是给你的 没错 这不是还有流露 你们两个人分的 宋旭说的很有道理 夏末一时 也没有反应过来 可是他中午 吃太多了 真的吃不下 流露一个人 也吃不完 而且这吃的 凉了也就不好吃了 那宋助理 也坐下来一起吃吧 这么多 我们两个 也吃不完的 夏末微微一笑 宋旭一听到 要吃东西 脸都下白了 我中午吃多了 太撑了 吃不下了 你们吃吧 夏末以为 宋旭是客气的话 宋助理 不用客气了 我们中午 也吃了很多 你就一起坐下来 吃一点吧 当我谢谢你 给我的那些资料 宋旭立刻拒绝 不说自己肚子 快撑死了 就算要饿死 他也不敢吃一口 这可是总裁 给夏小姐 特意安排的 宋旭坚决 夏末也就没有 再勉强 不过刘露在旁边 可是看得 明明白白的 这哪里是 两个人的份 三个人的份 都不止 而且两个人 为什么不是 一个人一份 因为其他人 都是这么安排的 而就夏末 是这么大份的 这是牧总 特意安排的 宋旭当然 不敢留下来吃了 宋旭刚回 刘露就不客气地 拆起来 叫夏末吃 哇 这份好像 特别地好吃 刘露就是故意的 早上 顾潇潇来的时候 看他们那些 怎么嘲讽夏末的 这下也好好 酸一下他们 可是别人 可不是这么想的 看到夏末 分到了这一份 这么大份的 本来心里就酸 心里想着 肯定是宋旭 偷偷另外安排的 他们怎么也 不可能想到 是牧总安排的 因为在他们的心里 顾潇潇才是真的 正牌的总裁夫人 所以夏末 有什么好骄傲的 又有什么好得意的 坐在夏末旁边的小凡 最先坐不住了 他一眼就看到了 夏末那份里面 有好多他喜欢吃的 他瞥了一眼 然后眼神 不舍地离开了 虽然自己面前的 这份也很好 可是分量也太少了 但是即便如此 他更不能 让夏末得意 我猜这一定是顾大明星 让总裁送给我们大家吃的 小凡转身 对后面策划部的同事说的 我们都是沾了顾大明星的光 才有这个福利 这时候 立马有人附和了起来 觉得小凡说得很有道理 嗯 我也这么觉得 要不然 怎么可能总裁 哪天不给我们送点心 今天顾大明星 来了我们策划部 就给我们策划部送点心啊 就是啊 而且潇潇小姐今天中午还去食堂给总裁送饭吃了 说明他们的关系都是公开的 正大光明的 哎 那个潇潇跟我们韩经理又是好朋友 她要是成为了总裁夫人 我们部门是不是就会福利不断啊 我也觉得潇潇小姐特别适合当我们的总裁夫人 有的人啊 就不要痴心妄想了 小凡看着夏末 意有所指地说道 夏末没有去理他们说的话 只是认真地看着资料写着策划案 可是即便他不理 那些话还是听到了他的耳朵里 他打着字的手抖了一下 刘露本来是想帮夏末酸一酸这些人 没有想到适得其反 看着夏末微微皱着的眉心 刘露气呼呼地吼了一声 天你们的 那么多话干嘛 井底之蛙 你说什么呢你 谁是井底之蛙 小凡也生气地站了起来 说的就是你 你 刘露还没喊完 夏末不想他跟大家吵架 他拉了拉刘露的衣服 快坐下来吃吧 这么多吃的还堵不住你的嘴啊 然后又转头对小凡说 对不起赶紧吃吧 等会儿凉了就不好吃了 刘露也怕他们再说一些 什么让夏末伤心的话 咬咬牙气鼓鼓地坐了下来 他们就是井底之蛙 刘露看出来了 牧总是喜欢夏末的 要不然也不会让人送这些过来 夏末是喜欢总裁的 更不用说了 他虽然嘴上不说 可是他皱着的眉头 早就说明了一切 夏末看着气鼓鼓地流露 自己夹了一个吃了起来 哇 真是太好吃了 你再不吃 我就吃光光了 等会儿